劇中議員和大家見面好嗎 第一種 我們的深星製作有限公司的同事 分別有 鄭竹光 鄧美恩 簡佳琦 何俊樂 梁家穎和林希彤的Hello 好 大家先在中間拍照 我們先拍照 放一個拍照 好 準備在我們中間 嘩 真是 人才鼎盛 看到挺高大威馬 爛的高大威馬 女兒的甜美 左手邊 我看到Fred帶頭做一個深深姿 好 接著右手邊 好 謝謝 這時候我想請大家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角色 我是Fred 我在這部戲飾演林晨星 我是這個深色的NVIDIA集團的老闆 第一次有這麼多位下屬 其實呢 真的 真的 這部戲飾演林晨星 挺開心 OK 接著 大家好 我是Kent 我在深深裡面 我是一個記者 叫花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大美 我很開心 看到阿威做他的下屬 有個這麼英俊的上司 今天穿了一個裙子 對呀 深深 我喜歡做一個記者 大家好 我是嘉穎 我的名字是SocLing 哈哈 還有 又是大途婆 我也做大途婆 大家好 我是Rachel 林晴彤 在劇中 我是高山聘請過來的 然後呢 主要是和王志文鬥的你死我活 大家好 我是華春樂 我在劇中的名字 相當教育 相當教育 我通常都是搞事的攝影師 很感謝大家包容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他們心聲的同事 可以 麻煩手而回 後面一點點 接著要出場的就是下個單位 就是唯一公關有限公司的伙計 分別就是 廣風兄 李仁耀和湯姿 嘩 很sharp 出場 看到你們這位 三位過來中間聽見 Hello Baddy 你先拍照 先拍照 公關公司 果然是林晴精神 你看到他們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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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右手臉 好 麻煩你 Fabia 不如你簡單介紹一下這角色 Hello 大家好 我是Fabia 在劇中的角色名叫Amber 就是唯一公關有限公司的職員 亦都是county的助手 然後顯耀呢 我是唯一公關公司的職員 還有職員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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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湯姿安 我是Chloe 我飾演的 就是唯一公關公司的職員 果然是公關 簡易聲 麻煩三位 幫他手而回到後面 接著出場的就是下個單位 就是金長勝的律師好同事 有羅天宇 霍姆永健 哈囉 大家好 嗯 是啊 我們比較人的單角 夠了 兩個很帥 這個 精靈 不用多 我剛才是釣金長勝 一個比較貼地 一個王 一個律師 是否專門在康深水口的街坑 他會去職員 我現在 你也是 是不是公司的職員 我就是師爺超 主要是因為有個老闆 我們就要做打雜 做保姆 還有做監督 什麼都要跟我們 有類似的 好,謝謝兩位 Thank you 好,接著再來就是我們主角周邊的人物 都很重要的 特別有導演哥 周梓康 尹師傅 李君妍 還有我 好的 好 謝謝 我們先擺個陣 先擺個陣 先擺個陣 好 好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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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謝謝 這個時候想你們簡單說 你究竟是主角周邊的什麼人 由煙哥先 煙哥請說 我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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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主角周邊的人 好 OK 我是希文的家 在戲裡面演 一個很疼愛的女 但是有很多狼狼 很愛的女 很厲害 很勇敢的家 你也是 是的 謝謝你 我也想我這麼帥的爸爸 是 這次的聲音角色 其實主要 我心目中的主角 其實就是尹師傅 因為我圍繞著我的太太 但是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的老公 這樣等到女生 不可以 我在裡面 就叫做神器 我是Mandy的best friend 我的出現 會令到一個重大變化 會發生的 我是一個很寬錢的人 因為我是完全貪他很英俊 離不開 有點眼光 大家好 我是李君妍 我在這部劇裡面 那個角色名叫做Kimchi 那我呢 就有一個阿哥 那呢 就 透露一點點 就不透露一點點 大家記得留意今晚的跳程 那我出現的時候 都會有很high的energy 我負責在這部劇裡面 是穿了一個 的氣氛擔當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這部劇的演出 謝謝 多謝你 太多君妍了 那我這部劇裡面 就正了 可以坐電單車 還不小心 讓羅天宇和周城 淋濕了 有濕身的演出 在大家的車 好 麻煩我們劇主角周B的人物 都可以收完 這個時候 相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 我們的主角CV鐵三角 是不是給聲音聽 可以嗎 Yakani Mandy 好 好 我們立即請出的就是 馬多鐘 黃士文 張希文 出來見一見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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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好 好 好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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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就是 中間的 然後 左手從前面 OK 右手邊 好 謝謝 請了三位出來就一定要聊聊天 Hello Muzzin 你好 你真的很帥 不可以這樣拿著你 真的很期待 雖然我沒有機會跟你合作 但我知道角色真的是高難度 今次周旋在Mandy和Kelly之間 心歡又愛 其實你覺得是享受多一點還是難受多一點 一定不會是享受的 因為很忙的 但是最終嚴解會搞成這樣 大家真的要看我 因為他每一集都會有一些東西牽出來給你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很有趣的故事 另一個問題 就是幫一些粉絲媒問的 就是平時馬神那樣我都是很Man 但今次的角色是比較文跡紛紛的 就是還要上山下的拍攝 有沒有一些在頭段播出的集數 比較難忘的場合 口叫觀眾可以留下來嗎 後段拍的集數我已經忘記了 又不是難忘了 不過我難忘了 我有一場很難忘的 因為那時候冬天 有一場和Mandy下水的戲 在半夜拍過 那場戲我真的很難忘 因為很冷 很冷之餘 有晚上又要上坡 那我沒有陪過他 因為他一路走在水路 他可能不上去 我一跳下去拍完 你咳嗽 我馬上彈上去 他說你還在那裡 他說我等一下 很厲害 你經常講的這個我也很深 因為當時是很冷的天氣 而且重點是我不會有水 但不知為何很多道具都要我上海 上海 我會在水路 因為他的頭浸了下水 下面慢慢來 對 但很好 因為其實我摩托都不懂的 不知怎麽可以沉背底 然後馬神原來 我才知道原來他是非常專業的 因為游泳很厲害的 professional 他就教了我一些方法 怎麽可以沉到他的水 所以當時也很幸運有馬神在那裡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相當專業才能拍得到音樂更好的劇 另外想問 就是真的問問Mak 因為你平時有斯文和音障中 你都是楚楚可憐的 這次你的角色是否陰暗 真的嗎 我陰暗 即是有沒有 顧程天的角色 不是你這個人 哦 我講顧程天的角色 其實是他 我覺得他不是陰暗的 因為其實 講解程天的角色 在七年前 因為一宗的鼓極的意外 我突然就失蹤了 亦都失在意 那麼 後來七年之後 就回來 一故事開出一集見 就當然希望可以找回自己的家人 親人 找回自己的老公和兒子 但你只要見到自己的老公 竟然和另一個女人準備結婚 那就是人生已經是去到一個谷底 那其實這次我覺得有幾樣都很特別 第一就是 其實隔了很多年之後 終於在造型上那個被我戴了眼鏡 因為這個眼鏡圖 我想是我初初入行的時候 這個都挺像的 那演藝上有什麼不同的? 七年前後 那當然都是沒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當初都是一個 最初冒露的女生 那這次其實比較複雜一些的 就是對你七年前 就是失憶前 以及失憶後 自己的成果在意太成為 那樣的感覺都會很不同 那另外當然是非常開心的 所以我們又除了百分之外 那之外就是 在身邊 我也有紅蘭之幾 我也有羅天羽在我身邊 那很好 那我跟天羽都有很多的地方在一起 還有很多 就是sweet sweet的事情 我們都會做 那我都是 那你可以跟兩個男神一起 非常開心 你才是享受那個交戀 對 對 OK 謝謝Mandy 那看看Kelly 我自己看那個訪問 你說你是今次入了公司 好像第一次做少少 關於反派的角色 嗯 又看到一個角色背景 都要做第三者 又好像要跟別人爭老公 爭小朋友 會不會很有難度 我覺得劇本 賦予了很多東西給我 我不覺得我是一個反派來的 就是我有我的原因 也都不覺得我是第三者 他明明死了 所以劇本令我投入到的 所以大家說我姦 我覺得我是姦 因為上當專業 因為不容易做 試過觀眾開頭 出街可能會罵你 我覺得越罵就越好 因為越多人罵就越好 因為大家投入 撞夠廣闊 對 和我自己看電影 有時候其實我也很喜歡看一些奸故 因為這樣的奸故 就是令你心裡 瞎瞎瞎瞎 真的很有了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角色 或者是大家很討厭我的角色 我都很討厭 幫我還會問 你跟阿神 已經第三次做CP了 今次有什麼特別的新鮮感 給觀眾 那阿神是看著我大 哈哈哈哈 由我第一次有機會拍劇 就是跳到生命線 都是和馬上去 所以馬上很清楚我的有點的決點 就很多次去包 很清楚 今次和他演你的演繹就是 他那種有時候有點狂 和很發大的演繹 我就是要練到誰 好像我從來練過這種人 可能本身自己都是比較平靜的 看到你們是鐵山王